大家好,我是阿兰 半年前我把一条差不多四斤种的鲶鱼 放在前面的排红隧洞里面养 今天过来看一下 到底还在不在 又长大了多少 走吧 到了就是这个隧洞了 隧洞是人力挖通的 通往那边山 中间有一部分是有水的 有水而且还有一些小一小下之类 所以说我把鲶鱼养在里面 存活率还是比较大 现在进去吧 到这里先把这个水库穿上 水库比较薄 水库比较薄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进去 这么久我没过来看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水 水库比较薄 现在的人肯定是干不了啊 通往那边的 现在听得到那边的风吹过来非常的大 这里比较薄 这里比较狭小 这个水库挖了好多年了 到这里就开始有水了 半年前来的时候水还很大到上面 目前没看到鱼线哪里 因为这一节一节一节的过去很多水 我们就一路顺着涨不进 不知道还涨不涨是 这一节水没有发现 你们在哪里啊 精细往前走 看一下这个水 看一下这个水 弯弯曲曲 估计将近有一分明昂 现在到这里发现有 刚才看到小鱼小鱼小鱲 这也是小米虾 太快了 看一下这里又开始有小鱼 它躲在这个石头下面 走了这么久 还没发现破在哪里 是不是被别的动物吃了 也不一定啊 还是啊 吃起来发的时候水到这里 水非常高 到这里 现在水下去好活了 到这里又开始有水了 可能鱼会跟着到下面这里来 要是还在的话 不在的话 就亏大了 这种理念 它是通的 怕也怕就是 山上有这些大型的动物 进来的时候 可能鱼吃了也不一定啊 是不是 这是人之间的 但你们就要不要 让他们的顿子 在这是人底下 我们还是要不要 让他们的一顿子 布子 用心 保护 在弃子 我要損 不断 过 死 写 穿 亓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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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走这么久也没有关心 好 好 在前面那里了 看到了 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台阶 卫武 看一下 好像很大 直接徒手过你抓 看一下能不能抓得到 好 它跑不了了 哇 哇 哦 太滑了 还是用小口网了 它又跑过去了 大一个 水浑了 到哪里去了 好 到上面再也来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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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场完 大鲜鱼 大鲜鱼 拿到这里来 这边这一间没有水 身上好多这个粘液 哇 刚才弄到下面这里了 可能是我压住它的时候 现在应该有五六斤了吧 五斤几步了 吃的饱饱了 刚才也看到了 水洞里面好多这个小鱼 还有小米虾 肚子里面全是米虾的小鱼 现在还是拿钞网装起来 比较安全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估计有五斤多吧 还是五斤 六斤左右吧 应该没有五斤几步吧 两个大半年 还是长大了蛮多了 现在就圆路反馈了 在这边你看到 这边的山洞 就碎洞口 那边看到有光了 一下扫 想不到吧 在这种碎洞里面 白脸能量大 因为它这里面有吃的 现在赶紧走出去了 在这个碎洞里面 还是有一些盘 现在终于走出来 要把水鞋全部弄下来 先把鱼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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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今天 本来这种碎洞还可以放的 但是也不能放太久 因为到发洪水的时候 水会进入里面 然后流到外面去 不捞起来的话 鱼可能就也要跑了 好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